这次我带来的是 就是董卓开战 和董作开战的一个 虎牢官的故事 就像这个画面一样 此次我们动用了中文的配音 并且我们这已经是 事隔十几年首次 再一次采用中文配音了 现在我们的游戏开始的地方 是在联合军的阵营前面 那么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四水关 现在我们已经在四水关之前 联合军和董卓军已经开始开战了 那么这次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实际的场景吧 右侧的里边是四水关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地方 那么转过来看左边就是虎牢官 那么再看看最后面 隐约能看见的就是洛阳 那么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打董卓 所以现在我们将向董卓所在的洛阳 也就是那个黄色的旗子的方向前进 这里是松山脚下的一个寺庙 那么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松山 那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战斗的场面 不能之辈都聚到一起去了 休想越过四水关和虎牢官 现在到了四水关的前面 那么董卓和联合军已经开始开战了 那么联合军方面呢 他们用了很多这个武器 比如说在后面沿用上 那么这些机器呢 是会自动往前走的 那么我们是可以引导这些机器 向某个方向去前进的 就这个大家伙冲破城门吧 好 别拒组 拍 齐 太大 看了下一节小处 快 和快去阻止敌人的兵器 好 好 抗 看招 好 好 眼 看招 好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有一个特征是我们有很多的工程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往上走 那这也是一个工程的方法 此外呢我们还准备了很多 比如说可以爬城的一些工具 那么现在看上去爬城比较简单 实际上你在爬城的时候会受到敌人的阻碍 所以呢你需要在城墙上寻找一些容易攻入的地点去爬这个城墙 然后你单身进入到后方之后 因为你只有一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会面临一个比较严峻的战况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和他们打 但是最好的做法就是你直接跑到城门的后边 然后打开门栓 这样就可以打开城门 那么最后给大家看一看另一个场景 那么今天的实际的演示就